市场近月未建筑目的利好因素,楼价走势型偏远,美联物业根据全港100个主要中小型私人住宅屋苑成交个案篇定的美联楼价指数。 周一,13日,公布的指数报172.92点,按周降0.13%,年初四周共0.96%,今年累积计算则仍有5.77%降幅。 美联物业数据显示,最新楼价指数较今年8月下旬录得的历史高位177.27点低弱2.45%,最近四周港岛区走势较为疲弱,美联港岛楼价指数最新录得186.63点,按周跌0.49%,四周累错2.82%,按周和四周合计的表现。 都是三大分区之中最信息。美联九龙楼价指数亦按周回落0.23%,至175.71点,该指数连跌两周,共降0.55%. 美联新界楼价指数则亦使未升,按周降0.05%,最新报159.53%,两周共升0.13%,至于按美联物业网站放盘叫价所编定的美联信心指数,MCI。 最新报53.1点,按周跌2.8点或5%,该指数已经连错6周。 雷计报社10.8点或16.9%,美联物业首席分析师刘家辉清,近期楼市聚焦一手新盘, 抢占市场焦点及购买力,部分二手业主减价级客,导致减价盘数量居高不下,令信心指数逐跌。 雷计判